交通部有責任 我們除了在第一時間 就是搶救搶修之外 我們該負的責任 絕對會來負 我要負完全的責任 除了台鐵的運安處 第一時間有進場調查 也配合檢察官跟運安會 就是在釐清整個事故 也就是針對後續設計的責任 交通部會配合運安會 跟檢察官來完成調查報告 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傷控 交通部有責任 我們除了在第一時間 就是搶救搶修之外 我們該負的責任 絕對會來負 我要負完全的責任 經過第二次搜救 已經確定 就是到一個段落 接著就是 由檢察官跟運安會 會來進行完成收證的工作 然後就會交給台鐵 進場來進行工程的搶修 那如果今天收證告一個段落 台鐵在今天稍晚會進駐 那針對破壞的鋼軌 會進行搶修 以便於能夠拖出裡面已經毀損的車廂 那之後就是會再進行整個配合檢察官 後半段還卡在裡面的幾截車廂 最後的一個再次的確認 有一些受困的乘客 最後的一個處理 那接著就是進行這個 東線的修復工作 我們也機具都已經進駐 人員待命 希望最快的時間 在收證完 然後也今天收證告一個段落之後 可以進場完成鐵道搶修的工作 有很多人 我們在身校的電腦 今晚我們可以有很多的 現在有4月的衛生 前進去 這次的衛生 是5月的衛生 再答在家裡 就是等於兩年 是5月的衛生